最近多地出现的雷暴天气引起了网友好奇 因为有人发现闪电的慢放画面甚是怪异 看起来闪电起出亮度较暗 成树枝状从地面伸向空中 最后才出现刺眼的霹雳 这反直觉的效果令人怀疑是视频到放 为此我也在网上找到了一段闪电慢放画面 发现确实是云层和地面同时出现了两股较暗闪光 并且相互吸引靠近 而后才连为一体出现强光 闪电的形成过程着实令人疑惑 但要想深入研究 还要从地球内部说起 由于地核有6000K高温和360万个大气压 造成原子核外的电子加速逃逸 在地核与地面之间形成充满自由电子的等离子层 使地球带上了大约50万库仑的负电荷 而包裹地球的电离层又充满了带正电荷的粒子 因此地球就是个巨型电容器 天地间电压达到30到40万伏特 也就是大气电厂强度约每米100伏 因此绝缘性不甚优良的空气就向地面漏电 虽然大气的电流密度只有每平方米10平安 但整个电离层向地面放电 平均电流强度会达到2400安培 因此电离层应该早就将电量放完而挂掉 使人类暴露在宇宙射线里 进化成异形才对 但这并没有发生 那么到底是谁在给地球这个电容器充电呢 说话间一朵雷雨飘来 云内强烈的上升气流正托举小兵力上行 使其不断冻结变成大兵力 最终向下坠落 很快就和上升中的小兵力撞车 由于大气电厂使大小兵力中的正电荷都向底部集中 而负电荷则向顶部集中 因此相撞瞬间二者电荷中和并弹开 使大兵力剩下负电荷落向云底 而小兵力则剩下正电荷飞向云顶 因此雷雨云出现电荷分离 底部大量负电荷强烈排斥下方地面的自由电子 使地面带上正电 从而形成云底的超强电厂 其电压通常有两三千万至一亿伏特 因此云底的自由电子被超强电厂推动 加速奔向地面 此时电流制造的电弧亮度较弱 通常先在云底某处出现闪光 然后随着电子流动 像树枝一样以大约每秒五万公里的速度伸向地面 但电荷每延伸约50米就暂停五六十微秒 并会出现分叉 所以看起来是一针一针地向地面孤勇 而这种树枝状延伸路径被称为闪电指引线 当指引线到达离地高度100米左右时 好巧不巧下方有个妹子正在自拍 由于她正站在云底的超强电厂中 使她的身体和脚下等式的地面都携带了大量正电荷 造成头发炸毛 但她浑然不怕继续自拍 可是发甲和手指等部位由于正电荷密度比别处更大 导致这些部位的电厂强度又进一步骤增 于是出现尖端放电 产生向上伸展的树枝状电弧 一旦和上方的直引线接通 自由电子便充满通道 构成闪电回路 导致上万安培电流直通天地动发强光 同时使空气急速膨胀产生激波而发出超强音爆 所以站在雷雨云下方空地上的人 其实根本等不到闪电回路的电机 因为它会被自己身体的尖端放电提前烧焦 当闪电过后 直引线分叉上的复电荷会在几十毫秒内充满该回路 于是再次闪电 所以在同一条直引线上 可间隔几十毫秒连续出现几次到几十次闪电 而每次闪电会将大约二十库轮的复电荷从大气送回地面 所以正是由于雷电在不停地给地球电容充电 才避免了电离层失效 从大气电平衡角度看 电离层经空气向地面放电约1800安 经降水系统放电约600安 同时那些成功接住直引线的地面尖端放电 通过所构成的闪电回路 对电离层形成约400安平均充电电流 而其余更多枚接住直引线的地面尖端放电 则向电离层贡献出2000安充电电流 其中当然也包括打算镀结者用身体引雷所贡献的电流